对于母亲提出入住新房主卧的要求 李先生完全认同妻子 也觉得这样做不合适 但是如果连次卧都不能让母亲住 甚至新家的门母亲都不能进 这是李先生怎么也不能接受的 因为这么做有备于孝道 更何况没有母亲 也就没有他们这套新房 我是金钱 这是我们的买房 购买新房 婆婆出了大力 既然如此 陈女士为何坚决不愿意让婆婆住进来呢 她最想把我们两个掌控在她手心 陈女士说 就是因为婆婆出资帮助了他们买房 所以在日后生活中 婆婆理直气壮地干涉他们小两口的生活 处处不把她这个儿媳妇放在眼里 家中大小事务从来都是母子俩私下商议 这次要不是因为一条短信 陈女士都不知道婆婆想要纠战去朝 我在上班的时候突然接了一个短信 说毛毛车子就我那个车牌 在哪个路上 说有交通斗塞 然后我就很气愤 因为她都没说我今天要去哪里去哪里 她从来有事都瞒着我 她不告诉我的 这车的使用者是你先生是吗 对 去哪里最终 回她家 我强忍着漏火 回到家里面来 我才把这个事跟她说 然后我就问她 你妈是不是又生什么幺蛾子 你那天到着回去背着我是不是做见不到人事 在我的强硬的逼迫下 她才说出来 她说妈妈要住主卧 就我在这一刻才知道她妈妈有这种想法 我很气愤 因为在我们那边 说主卧是有着一个男人在家里 也是顶天立地 就是说是一个家里风水 健全的父母 儿子结婚的 主卧都会让出来给儿女住 你先生是怎么回应的呢 他遇事就躲 能躲多久躲多久 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他说他年税大致大概70多 他说他每天晚上起夜起得比较多 就是主卧有卫生间 他说他想就进 免得晚上起多了打扰我们 我当时就已经跟他说过了 我说这个事情 我说不是我一个人 能够说您住哪里就住哪里 你妈妈是早就提出过 要跟你们一起住吗 她当初结婚的时候 就有这么 大概就已经说了 差不多就是老人要跟我们 我母亲把所有的积蓄 或者是什么 基本上都投入到我们这边 她知道吗 我不知道 只是说她出这个钱的时候 问过她 我说你妈妈 你们兄弟俩 倒是谁赡养 她从来不回答我 最少是我要负担吧 不能说是全部推得开 为什么要她逼问下 你才说出来 如果是我提出来的话 似乎有点把这个事情调起来了 我也知道这个事情 不是很正确的事情 因为新房毕竟是我们嘛 他老人他要住主 就有点确实有点 把我们压制得太厉害了 我也正在想办法解决这个事 老人呢 他说他一直也没有多少年了 就这样 就站在这个弱势的角度 就是说 我硬的反应 高软的来知道吧 我气着 她的反应好像就是 这个事情不是单独的一件事 是 从上到下可以串联到一起 表明到我母亲的一个态度问题 我想就事论是 她想把所有的问题 再一次性解决掉 这就不是单独说 住不住的问题 将来就是跟老人相处的问题 谁对谁处 谁有理 谁没理 对于李先生来说 母亲要住主卧 这只是单独的一件事 她尽可能地想办法解决就好 但是陈女士却认为 这是婆婆处心积虑 一步步想要彻底控制她们的生活 这已经触及到了她的底线 那么到底婆婆为何要这么做呢 陈女士说 原因只有一个 原来陈女士是二婚带个儿子 而李先生是头婚 婆婆一直以来 都因为陈女士二婚的身份 而反对两人在一起 第一次见面 婆婆就给了陈女士一个下马威 虽然婆婆极力反对 但因为李先生的坚定 最终两人还是走到了一起 然而陈女士万万没想到 婆婆在日后会想尽办法 插手夫妻俩之间的事 左右丈夫的思想